大家好,我是艾米尔 欢迎来到我们人际关系心理学课堂 都说三时而立,四时而不惑 五时则值天命 不过真正到了中年 往往并不会因为年纪而改变自己 反而会对一些应该感受的事情 认为是顺其自然吧 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 不仅会对自己的身体带来不良的影响 更是会牵动一家人的心 因此到了中年 需要对自己的生活和人生做深入的思考 首先学会舍弃这四种无效的社交 会有效的帮助自己成长 避免在不该浪费时间的地方 过度的消耗自己 第一个圈子叫拨弄是非的圈子 一个人能在你面前说别人坏话的时候 那你就要做好准备 以后的某个时刻 他也会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是教养问题 当你和这类人一起待久了 习惯了 你就会被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终也会让自己变成 曾经自己最讨厌的人 这样的圈子里的人 不值得你去浪费时间 也不值得你去留恋 第二个圈子 爱攀比的圈子 正能量的攀比 会让你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加以改之 让你变得更加自信 这是攀比后的正能量 但是负面的攀比 只会拖垮你自己 让你越来越 看重自己的面子 自己的虚荣心 甚至会因为这点可怜的自尊 变得不像自己 改变自己的整体气质 变得越来越阴暗 离开负能量攀比的圈子 会让你懂得如何活出自己 变得更加优秀 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 来到你的身旁 改变生活 上升档次 第三 三观不同的圈子 都说道不同 不相为谋 人与人之间 只有有共性 关系才会长久 两个人的三观一致 又或者是能够 互相理解对方 这样的关系 才是最让人羡慕的 三观相合的人 才能互相影响 彼此成长 三观相同 追求一致的朋友 才会走得越来越长 越来越远 会更珍惜彼此之间的情谊 如果我们想要走得 更为长远 请懂得和三观一致的朋友 在一起 此时彼此才会好好珍惜 第四 爱发牢骚的圈子 我们常见到有人在抱怨 经常抱怨的人 自己颓废不说 还会给身边的人 带来很多不好的氛围 这样的人最容易没朋友 毕竟谁都不喜欢 跟这样容易影响 自己磁场的人在一起 爱发牢骚的圈子 往往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真正有价值的交往 是来自信息的共享和交流 共创和共同成长 才能带来彼此的快速迭代 圈子决定我们未来的增值速度 如果我们懂得告别无效的社交 你才会真正重视自己的圈子 尊重自己的时间价值 而你的时间才会更为值钱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收藏 分享评论 关注我 了解更多 智慧之道 智慧之道